《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与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Hello,大家好。 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一个新闻, 就是大鹏展翅飞不飞得起呢?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警务署下面的国安署的负责人蔡展鹏, 现在警方都证实它是和涉嫌去干顾一些无牌的外幕员, 但是这个到今时今日不是一个案件,不是一个罪, 但是这件事已经引起一石千重浪。 其实最主要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 现在外面慢慢闭嘴,可能是怎样呢? 可能是背后有没有什麽人、什麽队出来等等呢? 其实这些事全部很多可能, 但是还有一些更值得去讨论的, 其实是反映了更实质的事情,是什麽呢? 今天我不讲了,今天我只是带出个嘉宾,大家都很熟的了。 找他来讲这个话题最好,因为他又在警方, 当时的警察公共关系科里面做过文官, 然后又在廉政公署做过社区关系组的顾问等等, 就找他来讲这件事应该怎样看,等等呢? 郑景雄最好,所以我今天带着介绍的嘉宾, 就任他来讲了。 多谢你找我来,不过其实每一次当那些传媒朋友找我讲和警政有关的事情, 其实我不太开心,因为我曾经在里面服务, 其实我都是希望他做得好,尤其是我服务的时候是80年代, 基本上是香港行政管理,特别是警政那里是最光辉的。 我都尝试我帮人介绍,就是常说什么亚洲精英部队, 《Asia's Finest》不是作出来是真的, 这本书在1983年,我在警察总部的时候, 我是帮忙推销这本书,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牙策, 说自己是Asia's Finest, 亚洲的精英呢? 事实当之无愧当时, 因为经过了十年,廉柱七三年成立, 警队经过整顿之后, 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景象, 基本上是相对整个亚洲区, 国际承认的, 当时我们找到, 是当时的南华早报一个很资深的编辑, Cavern Sinclair, 帮我们做这个作者, 所以这本书整出来, 所以今天大家去图书馆, 可能看得到, 但是我自己很唏嘘, 40年过去, 有什么比较呢? 现在那个问题就是, 好像今次讲的蔡展鹏事件, 其实说真的, 那个事件本身, 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但是因为这个人的位置很重要, 他是首任的国安署的署长, 而国安这个事件, 是震撼了香港人的心, 亦都全世界关注, 亦都觉得, 你要掌陀的人, 是不是他要很, 被人感觉到, 他是一个很廉洁, 很纯正的人, 但是他出了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无牌按摩院的事件, 一般给人的感觉, 这个, 我们中文讲罪, 就比较笼统的, 英文讲清楚一点, crime和sin, crime就是一个刑法, 蔡先生这次, 并不涉及刑法, 是吧? 他帮衬而已, 不是他开, 但是, 作为一个, 这么高级的公职人员,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很, 给人感觉, 如果真实, 是一个很简直的, 就是一种罪过, 是吧? 就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而因此, 引起这么大关注, 但是有趣的, 夫子, 那么, 以时论事, 我只是说, 这个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就是连刑事都不到的, 是吧? 现在看, 关心了, 为什么说, 他周假了很长, 整个月, 嗯, 接着才被南华早报爆了出来, 是吧? 因此, 这两天就很关注, 那昨天, 警务署长, 邓炳成, sorry, 邓炳成, 邓炳成, 他都要开记者会, 去讲这件事, 嗯, 而呢, 你就看到, 其实整个社会, 我们就说, 我们就不希望, 又流于一般的, 嗯, 舆论的, 对这些事, 发生有, 哪些事情, 我们不是什么发生, 我们是希望, 从我们的一个分析评论, 是带出大家去思考, 我们都想, 整个香港的管治做得更好, 是吧? 但是出楼了, 这个问题在哪里? 到肉了, 来了, 记不记得, 嗯, 嗯, 我们任何事情, 要分析事情, 一定要比较, 对不对? OK, 同样是有关警察, 高层的一些, 不恰当的行为, 嗯, Exactly, 是刚刚一年前, 是, 2020年四五月之间, 嗯, 有一位助理警务署长, 是, 阳警官里面, 他最高级的, 陶暉, 是, 他是被揭发, 在西贡那里, 是, 这个潜用, 这个官地, 兼且是违章, 除了, 建屋那里, 不应该建屋的, 他就建屋自己的家人住, 嗯, 兼且还建了, 那些旅馆, 收钱的, 嗯, 嗯, 但是当时, 嗯, 好像怎么说, 就是调查, 嗯, 但是当时有趣, 嗯, 嗯, 大公报, 大家都知道, 大公报的背景都是官方的, 是不是, 大公报当时, 是为他护航的, 他的重点就不是, 他, 陶暉, 有没有犯事, 就是指控其他的记者, 走到他那里, 嗯, 骚扰他, 就说人家抹黑陶暉, 是吗, 很有趣, 但是今次, 蔡先生这件事, 你看今天大公报怎么说, 他纯粹是跟昨天, 邓署长的记者会, 他是很简单, 是吧, 照说这件事发生了, 没有什么评论, 没有什么的, 什么的, 是吧, 所以, 就是, 呃, 而呢, 另外, 有些旁边的人, 都不是很多人, 那些相关, 都是政权里面的人, 謝偉俊, 立法会议员, 他是律师, 他说他的话, 到底都不知道他是帮他, 一个是赴火, 他说, 其实蔡子曼这件事都很轻微, 都没有冲红灯那么严重, 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这样说, 是吧, 那你就看到, 他说, 如果这么轻微的, 一个这样的, 罪过的事情, 不是刑法的事情, 为什么他挑动得这么严重, 但当然, 实际上一个后面, 牵涉到无牌按摩院, 其实我在警察部以前, 一直下来, 我自己所知, 老老实实, 我都要老实说, 我都是面对过这些引誘, 所以我是文官, 我们在80年代, 警察部当时, 都比较做得是, 一路晶晶日上, 一路改善, 但是都有一些, 就是, 树大都总是有些, 比较白艳的人, 是吧, 那时候, 我们也有些, 下面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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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都不是说, 吃些免费餐, 做完那些, 就是说, 招呼好一点, 当然, 当时, 如果我们这些, 叫做, 警官级那班同事, 基本上,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那时候的年代, 是, 比较谨慎, 还有, 就是, 尊重自己的, 身份, 尊重自己的, 服务部门, 你是做着, 一个警官, 尊重自己的, 你不会跟那些, 那些人, 一堆, 是吧, 就是, 下面有些, 前线一点的, 跳脱一点的, 所以, 其实, 一路下来, 你都知道, 也有句, 这样的俗语, 邪牌外差人, 就是, 你呢, 其实, 很多这些, 夜场里面的, 那些女士, 其实, 她是很仰慕那些, 那些, 就是叫, 英明神武的, 那些警官, 是吧, 又身高良准, 还有, 某一种的执法权力, 是吧, 她都希望, 有一些互入, 所以, 是很容易, 这些警方, 他自己对于这些, 的利害, 更加要处理, 刚才她提到, 有陶辉事件, 这是另一种的利害, 利益, 现在, 这个蔡展鵬事件, 就和你们那时候, 其实, 是说明了一个, 究竟怎样处理这些, 警队内部的, 无论是crime, 或者是sin, 是说明一个什么, 其实, 以前一直下来, 就是这样, 尤其是在华人社会, 那些, 和道德相关的东西, 警务署, 其实是很避忌的, 是吧, 即是说, 你经常说一些, 执法的道德文章, 是吧, 你经常说黄, 但是你自己黄不一份, 那当然不行, 所以以前, 其实, 都间中有这些案子, 记得吗, 十几年前, 有一位, 姓险的警司, 是吧, 都是叫, 所谓吃的那些, 免费餐, 有些夜长那些, 那最后都要坐牢, 另外有一宗, 其实牵涉更多, 有几个的, 有一个警司, 有一个是, 明日之星的, 年轻英俊的帮板, 下面有一个警员级, 即是成天人, 都中了招, 又是衰向, 就是这些, 夜长的一些情况, 但当时, 都是丙公办理, 并且是有联署去调查, 因为, 警察部, 有一个这么大的部门, 他面向整个社会, 他执法, 如果他自己被人觉得, 他自己都是藏污立救的, 他怎样去面对社会, 是吧, 但去到今天这件案子, 我们还是言之上做, 因为他说调查, 但老实说, 性质如果这么简单, 以警察的, 这么专业的, 警察部的办事能力, 是不是这么复杂的, 现在我感觉上, 不是去调查这件事, 是如何处理, 摆平这件事, 是的, 这个就是考验到, 现在警队高尚, 一来, 智慧, 政治智慧, 如何处理危机, 二来他的态度也很重要, 他是秉公扮理, 去偏帮, 还是被重就轻呢, 就你的观察, 警队在这方面的文化是怎样呢, 有没有改变, 或者是怎样呢, 夫子, 因为今天香港, 和以前也可能有些不同, 是, 因为我所认知, 以前的警队, 基本上, 他在某个行政馆上面, 是比较独立的, 嗯, 我以前的年代, 最后那两任的香港, 香港回归前, 最后那两任的, 因为, 以前香港, 一个殖民地的年代, 警政那么重要, 永远都是英国人自己, 是, 港英政府年代, 是吧, 这些呢, 值得听的, 因为, 是有对比, 是的, 你知道先, 所以最后那两任的, 洋人, 做警务处长呢, 我都是有, 近距离的认知, 是吧, 嗯, 是, 最后那些, 是, 这两个呢, 我自己看到, 港督都要给他几分面, 嗯, 就是, 他们有, 比较独立去处理警政, 嗯, 不需要和那么多, 他交代那么多, 但今天, 夫子, 是很不同的, 嗯, 因为这个, 这个不同的, 要听一下, 对比一下, 你看一下, 其实就是, 整个Leadership, 很重要我们说, 一个警政的改变, 其实就是看, 警察部, 是一个纪律部, 纪律部部, 最重视是什么, 是Rank Conscious, 是, 那个阶级观念很重, 这个不是坏事来的, 就是说, 有规有矩, 阿sir叫你就做, 就是, 大家都有一种服从性, 所以呢, 那个Leadership, 很重要的, 领导者, 上梁不正, 下梁歪, 还要正的, 要正的, 你有领导, 好了, 我们就看, 我自己所认知, 当时, 最后那两届, 洋人的警务署长, 以Roy Henry为例,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当时是两个记者, 他这个人很严肃的, 其实对内, 是很凶的, 我们看到他都害怕, 但是他对外, 对记者, 对这些东西, 其实就相对很nice, 这些就真的, 做官应该是这样的, 文明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再下去, 我们香港人做警务署长, 数下来, 就是李君霞, 回归前, 接下来, 由回归到97, 就是许奇安, 是的, 我们最有印象, 那次和记者, 走, 真是经典, 那次和记者的关系, 第三个, 香港人做警务署长, 就是李光霞, 曾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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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权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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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李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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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前面那三个, 是, 华人的警务署长, 他们退了休, 其实都有很丰厚的, 不要说几十年, 这么高级的警务工作, 你都知道, 執法部队的人工, 是高过民官的, 是吧, 并且, 他们有长逢, 吃到死, 都是很丰厚的, 即是保证你以后, 很舒服, 很安稳的晚年, 就保证你在任内, 不要有什么偏思, 是的, 但是, 很奇怪就是, 这三位, 不育而同, 退休之后, 退而不休, 中国人特别劲力, 就都帮大财团去打工, 是吧, 那这个呢, 是以前我所认知, 香港历史, 那些洋人做警务署长的时候, 退休之后, 就回英国了, 就不会再牵涉到, 这些名利的事情, 但是, 都不要紧要, 他都是自己赚钱, 是吧, 现在他都过了冷河了, 他都不牵涉到, 不牵涉到, 在社会上有其他, 即是政治, 其他事情, 他都没有什么牵涉, 去到第四任, 这个, 李明葵, 这一位呢, 是我中大的师兄, 和我同期, 在这个警察公共关系科, 他在那里升警司, 跟着, 亦都试图一路升, 但这个呢, 我很尊重, 李明葵, 非常不错, 为什么呢, 他退了之后, 基本上没有涉及商界, 跟着呢, 做乙工? 是的, 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节目, 不过就是分开做的, 就是讲历史故事, 是呀, 很过瘾, 他一个, 我一个, 我没得跟他比, 因为那个组织, 找我们去看, 就是这样, 有事是自然香, 幸好大家看到, 人家有, 不是你说自己好不好, 好像昨天记者会那里, 邓炳强处长就说, 很多人想我辞职, 因为我很正义, 大哥, 这个是不是Jet来的? 可能是的, 不是自己赞自己那么大个人, 是吧? 即是with due respect, 虽然他也是我中大的师弟,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你就讲了李明葵, 再下去, 邓景成, 跟着呢, 就是曾伟雄, 跟着呢, 刘慧冲, 刚刚2019年, 他上任就不错了, 刚刚遇到反修例, 跟着就是邓炳强了, 好了, 就看到不同了, 你可以说邓炳强很自信, 因为现在习近平说四个自信, 我说回理想, 虽然这样很清楚, 听众、观众都很清楚了, 是吧? 又啊, 李明葵之后, 的邓景成, 他是做了政协, 嗯, 第一个, 他有警务处长, 有一些这样的政治的任命, 是吧? 跟着曾伟雄, 他是中央说想推荐他进去联合国, 做一些反毒, 但是呢, 其实呢, 令到中央都不太好看的, 因为呢, 原来呢, 曾伟雄呢, 中央可能以为他在香港都很受欢迎, 原来呢, 很多人, 香港市民也好, 民间, 特别在我所认知, 就是在现职或者退休的工会员里面, 很多人对他有意见的, 于是呢, 群起呢, 就发起一些的签名运动, 就向联合国反映, 你都知道最后结果了, 曾伟雄做不成了, 是吧? 那他就说, 你们就是不客观, 真是恨我, 于是他认为你是搞搞真, 所以你说的就是这样, 就是以前香港, 为什么我们亚洲四小龙, 香港这么少地方, 可以震撼全世界, 是吧? 就是围观者, 是 香港一直以来, 是靠那十几万的公务员, 是一直管理整个社会, 是令到这个七百万的市民, 可以大家共同去向前, 而去到可以成为了, 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 就是那些官员, 是做事呢, 以前, 是完全不会一种, 那么自吹自擂的, 你以前有没有看过那些, 港督是自己赞自己的? 还有没有那么多政治元素, 加之后,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我们这样说, 社会不断变, 是吧? 其中一件事是什么呢? 以前的香港的管治, 没有一国两制的时候, 我跟你说, 即殖民地年代, 其实他都是一国两制, 如何是一国两制? 就是英国人管治的时候, 英伦有英伦的制, 香港有香港的制, 是怎么解释的? 当年, 这个历任的港督在香港, 他基本上是怎么样? 战后, 战后以后那几十年, 港督其实在香港, 是完全,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这个在英伦的首相, 管不了他的, 而大家互相尊重, 他要做好他的份工, 做好他的角色, 如果他有什么不妥, 会怎么样? 以前你记得, 我们已经过了一身的老人家,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从来没有人去提这个点, 其实殖民地年代, 香港都是一国两制, 是不是? 就是表面上, 好像直接是英国去管香港, 但是他已经放了手, 给这个港督, 来到全权去管理, 现在呢? 现在特首, 就不是了, 当然, 回归之后, 一个新的情况, 全部的高官是要中央去任命, 但在任命之下, 我觉得, 高官自己有责任, 就说, 你们自己都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你是去管治这个地方, 你有责任去解释给中央知道, 香港是有什么情况, 如果你个个围围落落, 只是做yes man的, 我需不需要给你几十万一个月去处理? 而你看到, 就是我们很痛心的, 就是白头宫女那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几十年, 亦都以前曾经在公务里面, 那么多年, 那时候是很重视民意的, 为什么那些港督真的要到处去, 回归之后, 这些特首有没有去到处去呢? 是不是? 是完全很多亲, 就是为什么不做那些亲民的事, 而是反过来, 你看到, 这不是我们说的, 那些民意调查, 那些特首, 一鞋不如一鞋, 怎会做到民望是负数的? 而事实上, 最近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林郑特首, 他觉得自己都要搞好宣传, 他自己赤膊上阵, 要有一个公营广播系统, 是他控制得到的, 就是香港电台, 他自己做节目主持人, 不要紧了, 认识很低, 其实认识很低, 我才觉得难过, 我会觉得难过, 为什么你会走到这样呢? 就是说, 你的官员整个态度是错了, 你看我们, 这个开放改革以来, 未曾试过我们国家领导人, 自己去做节目主持人, 你更威, 你更威这个国家领导人, 好了, 特首又是这样的style, 下来, 我只是说回, 警政这边, 我们说警政当然关心, 因为香港人每天生活, 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 就是警察的质素, 是吧? 我们以前, 如果出野街, 最想见到警察, 是吧? 那我们就安心了, 但是这两年, 整个社会气氛改了,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差? 这里提到, 警队, 刚才说, 陈景雄对比过, 港映政府的年代, 回归之后都分了两节, 就是以前的警务署长, 任来, 涉及过政治任命, 政治任务, 就不多, 现在似乎越来越多, 你看这个变化来说, 这里就有些可能,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 利益然后, 政治那种元素多了, 会不会影响到, 现在的警队, 施政的方向呢? 所以我正在强调了, 一个领导者, 是吧? 到底这个, 其实, 回归之后, 都二十多年了, 是吧? 亦都可以理解的, 中央一定会有某一种, 对香港的关注, 是吧? 是吧? 但是反过来, 我任命得理, 你做这个位置, 其实你们, 很多这些, 我们所说的, 今天的高官, 警务署这些高层, 其实他们都是, 土生土长香港的人, 他是明白香港的事情的, 好像今次这个, 蔡展鵬的事件, 蔡展鵬他自己, 有两个碩士学位, 一个还是人权法, 另一个就是公共行政, 是吧? 这些都是饱, 即是饱读私书, 是知道什么事很丑的, 但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行为, 会出了这个问题? 好像邓炳强, 他在中大, 他是这个崇基学院的社工, 你都知道, 崇基学院, 崇基崇基, 是基督教精神的创立的, 是吧? 而社工呢, 亦都是服务社会的, 是吧? 那应该呢, 邓署长呢, 他本身的早年的训练, 应该都是一个, 很有爱心, 很关心社会, 甚至有一些叫做, 真是爱世人, 基督精神, 有些应该是这样的影响, 那你觉得, 元素在哪里呢? 但是, 很多人没有留意, 他去年, 当他一上任警务署长, 他做过一件事, 看似好像很小事, 但是其实, 这就是主导精神的改变, 即是警队的方向, 是的, 我们知道, 学校就要校训, 警察部也有一个, 使命的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以前长期用的一个, 使命的宣言,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服务为本, 精益求精, 很平实, 还有它的重点, 服务为本, 就是我们的本质, 就是服务, 但是, 邓柱总一上来去年, 他立刻改了, 这句, 忠诚勇毅, 服务为本, 和忠诚勇毅, 对象很不同, 服务为本的对象很不同, 对象很不同, 服务为本的对象很不同, 就是强力那种强势, 就是你, 和服务为本, 你记住一件事, 其实, 你的心, 就影响你的行, 是吧, 所以, 你为什么当时, 他会有这个思维, 这些我就不是心理学家, 是吧, 但你就看到, 这种是一种的, spirit, 是吧, 精神上面, 有一个不同, 是, 而接下来, 邓署长所做的, 这个Leadership, 他是做所有以前, 对不起, 我这样做白头弓女, 我是在说这些说话, 我不是得罪, 我是分析事理, 不是我作出来, 即是发生了, 以前我所认知, 没有一个警务署长, 是这样对传媒, 因为我做那时候, 李明慧的年代, 我们其实, 对传媒很客气, 接下来,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去到现在, 这几年, 是完全不同, 譬如, 这个邓署长, 他去年一上场之后, 他竟然写一封信, 去香港电台, 给广播署长, 投诉, 喂, 大哥, 以前我们做公务, 就很清楚, 叫做内外矛盾, 是吧, 如果里面, 大家, 四四六六, 就拆掉它, 你警务署, 对广播署, 有什么不妥, 你就内部, 和广播署长, 谈好, 是吧, 怎会弄封信出来, 全世界羊出去, 你自己家丑都不出外羊, 你有什么意见, 是吧, 他要忠诚嘛, 就是问题就是, 是吧, 然后他最近, 也都沸沸扬扬, 就说, 他有些假新闻, 其实你作为一个, 一个执法的头, 其实以前警务署长, 很少, 常常说话的, 其实他是一个, 怎么说的, 就是他正正, 他不说话就是力量, 嗯, 他不说话就是力量,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 一言千金的, 不可以这样承认, 好像又被人拍了出来, 跟那些娱乐界的大哥吃饭, 拍摄肩膀, 我所认知的, 以前的警务署长, 没有一个会敢, 这样去做法, 你觉得原因是怎样呢, 个人作风, 还是某些因素呢, 当然他个人也都有一些, 他是挺喜欢玩的, 就是邓署长, 我又不会很恶意看他, 要你记得, 他自己呢, 一次他见到, 高志森导演, 那个原因是怎样, 我做年轻时, 我是做过临记的, 就是说他都喜欢玩, 但是问题是, 你今天坐了这个位置, 你是要尊重的, 是吧, 原因亦都很多, 一个是性格, 第二个就是, 是不是他觉得, 今天, 整个社会的管治文化不同了, 我与前人不同, 我首先要改了那个使命宣言, 跟着我有个不同的风格, 是吧, 也都我觉得, 我是不需要再, 像以前那样, 要很客气, 听你们的意见, 是吧, 反过来, 我很强势, 因为我正义, 所以你们不喜欢我, 你这样, 其实, 我很肉赤, 我是不想他做得不好, 是吧, 就是你这样, 其实, 你是一个自己去强词, 就是你自我去, 整个我们讲公关, 你看看, 整个警察公共关科, 很大的部门, 我也不知道, 今天, 警察公共关科里面, 那些同仁, 有没有人敢跟,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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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层, 他真是给一些,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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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不止是某一个部门, 謝偉俊, 你刚才提到, 他最近都说, 政府里面一言堂, 很多司局长, 都对他这样反映, 你就看到, 现在整个气氛是怎样, 所以整个气氛这样的时候, 其实香港是, 整体香港市民, 是受伤害的, 是受伤害的, 因为你都说, 由抗疫, 或者是社会事件, 一路下来, 这几年香港跌跌, 多厉害, 我们的失业率也是差, 我们整体经济也是差, 但是你想想, 其实我们那个市民, 我们大家, 我们的质素很高, 所以有个说法, 不是说你政府做得好, 抗疫成功, 其实是我们香港人的质素高, 我们其实七百多万人, 你政府做得这么不堪, 我们都顶住, 有些人不将你吃的, 是吗? 你看外国, 好像印度, 他们觉得松一点, 他们不戴口罩, 但是我们香港, 其实是很自律的, 我们其实应该为香港人, 而感到很光荣, 但是我希望, 现在香港我们这班高官, 都要珍惜, 并且去体会, 你们所领导的这个社会, 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无论在上面的政治气氛, 如何大环境, 如何都好, 人是一个取舍, 是吗? 不要将自己陷入一个, 你知道的人最兴用这个藉口就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个有质素的人, 就正正是能够逆流而上。 现在还有呢, 刚才他提到, 一个, 越来越回归之后, 到近期的政治元素, 就多了很多, 那这里呢, 有些呢, 大家就是前几年开始看到了, 就是在关注的, 那个利益延后, 就是说你做官, 在位的时候, 已经是免了你以后的忧虑, 但是, 现在看回, 做过保安局局长李少光, 他人大代表, 跟着呢, 叶柳是更早, 他现在行政会议成员, 这些都不是直接的, 有一些呢, 即是, 有些人观察, 还要看以后的, 国内很多政法系统的官员, 下台之后呢, 他们都会继续, 什么人大, 或者各种的官职, 或者国际上的官职, 那你觉得, 这种延后, 那种的利益, 那种诱因, 现在又没有呢, 还是怎样呢, 夫子, 你说一样, 这个也是, 我们自己, 几十年一直关心国家, 关心香港,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自己都很不开心, 最近, 深圳呢, 深圳就整个领导班纸要铲起了, 你数上去, 深圳其实是全中国, 是, 开放改革, 是他排最前的特区, 是, 看着全世界, 一个示范单位, 但是, 深圳市盖这几十年, 有哪个市长是平平安安做到退休的, 很多个都是被人拉落, 要商规的, 嗯, 就是说, 我们国家里面, 还有很多, 管治上面, 有很多东西是不理想的, 是吧, 但是反观我们香港, 其实我们过去, 自从有廉署之后, 这几十年, 我们是做得很规矩, 是吧, 我们基本上, 很少说那些高官, 有些这样的, 很收家的行为, 是吧, 贪腐, 这些都很少的, 我真是不想见到, 反过来, 不是香港, 作为当时的邓小平先生, 很有眼见的, 我希望, 在全中国做多几十个香港, 其实他希望保留到香港, 这个这么特色的地方, 所以他很强调一国两制, 朱镕基总理, 他也说, 你们不要乱去搞香港, 你们搞坏香港, 你们是有折舵, 是吧, 你要珍惜到香港, 今天我们这班管治班子, 我希望他们都, 真是珍惜这件事, 就是说, 是要将香港好的东西, 延续下去, 甚至是跟国内的官员, 去分享这件事, 最近, 林郑还说, 要搞那些什么鬼, 就是说, 中港的官员, 挂职, 就是大陆的官员, 他仍然是大陆官员, 他仍然是大陆官员, 不过来香港, 是有一个正式挂职, 在香港, 这个就是国内的文化, 现在香港的官员觉得, 这个好啊, 那你全部的思维, 已经不是站在两制里面, 去想问题了, 还有, 你要坚持, 如果我们在香港, 我们认同的, 我们的廉政, 我们的, 所谓叫做, check and balance, 是吧, 一定有一个叫做, 互相的制衡, 我最后, 讲回这个故事, 我经常讲, 我以前做的时候, 有个洋人, 他是做这个禁毒处的处长, 但是他没有犯过任何事, 他只是一次周末, 他走去西贡喝酒, 拿车的时候, 不小心, 就撞倒了个酒吧尼巴, 就被报纸拍了照, 跟着呢, 当时的广东, 跟着已经将他炖冬菇了, 以后你不要见人了, 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那个先, 就是觉得你, 你做这个职位, 你有些行为上面, 让人觉得有, 不是那么好看, 有外观瞻, integrity, 是吧, 这个你要白个张纸, 所以反过来, 你今天有很多官员, 为何令到市民, 其实对他们, 不是那么尊重他, 就是说, 你的行为, 是不是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好的榜样呢, 是吧, 这个不是, 不是做着高官, 就是说, 我享受那个高官厚历, 你要尊重你这个位置, 并且上天给你放到这里, 你今天在香港, 一个特别的一个年代, 是吧, 你是怎么回应这个时代, 对你的一个呼召呢, 而不是, 你反过来, 你是那个, 还是唯唯乐乐, 在做一些叫做, 恩恩秦秦, 好官我自为之, 所以呢, 现在关键呢, 看看这件事, 会不会呢, 就是外面经常说的, 对自己人是宽松, 对外面是紧, 现在, 有些人说, 你是对普通人, 是用国安法的概念, 那你对国安人呢, 你是要求人家用普通法的概念, 这个不是商养, 商养当年的事, 是吧, 你商养立了法, 这些事情就是这样, 这些事情是走不回头的, 当这个法律对你的时候, 你又如何去面对呢, 是吧, 无论怎样都好, 那现在呢, 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 如何发展, 警方, 或者官方, 要将这件负面的事情, 变成, 或者减低的负面影响, 就要看他们能不能够公正, 透明, 和主动, 要有大智慧, 三样东西, 你不要让人按你, 你出来承认一些, 跟着呢, 又车车掩掩, 跟着, 能不能够秉公办理呢, 会不会变成一种, 那种, 即是, 语言艺术, 有些事情, 如果你不能够, 有勇气去面对, 你是越搞越和的, 是的, 总之, 这些是经验之谈, 今天很多谢, 郑景雄, 又在警队, 又在廉署, 又各方面, 很多综合的, 有历史的, 等等, 很多谢他, 和我们分析了, 眼前这个形势, 希望有关方面, 真是, 语言为善, 这个是扎善而从, 不要就是, 自己又想自己, 很厉害, 什么都不厉害, 我们都是苦口婆心, 都是善意的, 都是善意的, 大家继续留意,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 有很多动态, 还有先后对比, 还有背后有些, 大家很值得注意的东西, 都会和大家分享的, 是吧? 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